哈喽我的关注小凯们你们好呀 我是三金 今天继续跟小凯们分享恐怖宠物店的第三集 这天一早雷欧警官就接到了一起命案 死者是一个名叫罗宾的巨美男子 职业是演员 他曾经出演了外星皇子一举而名声大噪 不过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如今他早已辉煌不在 案发现场能成为线索的 只有散落了一地的化妆品 和死者脖子上一只银白色的蜥蜴尸体 因为在罗宾身上没有检查出任何伤痕 所以只能当作病故处理 雷欧对这个蜥蜴尸体十分在意 这令人费解的诡异死法 加之不寻常的奇异动物 让他想起了那个封存在档案里 多件尚未被侦破的悬案 这些案件看似毫无关联 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 死者生前都是地伯爵的宠物店的客人 化验结果显示散落的化妆品是妻子的 不过他们处于分居状态 妻子也不在场证明 蜥蜴体内既没有毒素 也不属于珍稀品种 也就是说没有证据支撑他调查地伯爵 可雷欧不甘心 还是跑到了地伯爵的宠物店里 伯爵说 罗宾是本店的常客 从他这里已经买了大概20多只蛇壳的宠物 当然也包括那只银色的蜥蜴 未来从伯爵的口中 掏出更多有用的信息 雷欧精准有效的 使出了甜蜜美食攻击 那么问题来了 装饰用的叶子 沾了奶油的包装纸 一次性餐具 水果盒 分别属于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呢 请回答 伯爵说 他认为罗宾是被自己曾试验的皇子的亡灵附身 从而被亡灵杀死的 十年前他出演了那个让他大红大紫的皇子一决 这个角色成就了他 也害了他 美貌帮他点亮了演艺生涯的辉煌 从此逐渐暗淡 因为他的眼睛即便十分优秀了 也无法超越或者向他惊世的美貌看齐 雷欧警官显然不相信亡灵附身这种无稽之谈 并让伯爵回忆最后一次与罗宾相见的场景 大概两个月前已经养了很多蜥蜴四角蛇的罗宾 又来这购买新的宠物了 妻子因为无法忍受账的罗宾已经与他分居了 不过这丝毫不影响罗宾对冷血动物的喜爱 于是地伯爵便给他推荐了一只拥有着少女容貌的银尾蜥蜴 说是从巴西引进的稀有品种 罗宾被这只蜥蜴惊艳 可他不明白这蜥蜴为什么要把眼睛遮住 伯爵解释说他叫梅杜莎 那双眼睛拥有着能将所看到的生命实化的能力 既美丽有危险 不出所料 罗宾看中了梅杜莎 梅杜莎也选定了罗宾成为他的主人 于是罗宾照例与伯爵签下了协议 带走了梅杜莎 注意事项有三点 绝不能让别人看到他 每天给他吃新鲜的水果 绝对不能看到他的眼睛 短暂的相处过后 他们很快就爱上了彼此 尽管跨越了物种和语言 在罗宾眼中 梅杜莎与那些爱慕他外表的女人 以及他的妻子完全不一样 最重要的是他依赖于罗宾而活 这让罗宾觉得自己是被需要的 自己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 所以他也希望梅杜莎能只为他一个人而活 可没过多久 经纪人就给罗宾打来电话 说如果再不派系赚钱 就不得不搬离现在的房子和宠物分别了 这一下戳到了罗宾的软肋 他马上接受了一个试镜 然而过气的明星还是没能赢过有关系的新人 罗宾嘴上安慰自己说 只怪自己实力如此 回到家却哭了起来 他紧紧抱着梅杜莎 向他道歉说 自己是个没用的男人 无法保护他 而后罗宾用气嘴的化妆品 为梅杜莎画上了漂亮的妆容 并扯下了他的眼罩 说希望梅杜莎能看着他 四目相对的一瞬间 罗宾在对见到梅杜莎容貌的惊叹和满足中 永远地倒下了 梅杜莎不忍自己所爱的男人 留下他独自离去 便捡起了化妆镜 看向了自己的眼睛 几天后 罗宾在葬礼上 地伯爵带来了梅杜莎的骨灰 他希望能将这对恋人当在一起 而前来悼念他的人 也不再调侃他是否过气 每个人都在缅怀 那个曾创造出永恒经典的门人员 他的死让他和他所饰演的角色一样 成为了传奇 这句现实又可悲 可能对于罗宾而言 在心爱之人的眼光中死去 在困顿的挣扎中摆脱 是最幸福的选择了吧 那么以上就是恐怖宠物店 第三集的全部内容啦 喜欢三斤的话 不如点个关注再走吧 爱你们哟